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在三亚的大东海 身后呢就是大东海湛蓝的海水 我们可以一路看过来 其实非常的好看 怎么说呢 这个是春节期间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 可能大东海原先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杂乱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景区 其实当我这一次的春节走进来之后 发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四周非常的干净 而且的话呢周围这个秩序也很有序 跟我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自动浇花的那个喷水设施一直在运转 可以说大东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今天我走在这个上面的栈道上 然后下面是沙滩 两边都可以走 沙滩上大部分都是在沙滩上去玩水啊 玩海啊 玩沙子的一些家庭 情侣啊等等都不少 上面的话呢 有一部分过去的一些杂乱的餐厅已经拆除了 然后剩下的呢都是一些非常整齐 而且罗列的很就看着很有秩序的一些布置 很有意思看起来也很好看 一路走过去呢觉得挺不错的 有了很大的新变化 还有一点可以提示给大家的呢 就是当我们在海滩边游玩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有很多人其实拿着自己的一些毯子呀 铺在上面 比如说铺在草坪上面 我觉得这种行为要制止的 就是尽量避免把草坪本身 养护起来就是非常难的 尽量注意就是不要破坏草坪 然后呢在上面完了之后呢 尽量把垃圾带走 另外在刚刚路过的时候 就听到广播里面啊 很多不断的有提示说 哎哪个哪个的小朋友在找找家长 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发生 所以提醒这个各位家长出去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呢 尽量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 毕竟春节期间嘛 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 在这样一个传统而有新式的景区里面 能够感受到一个新年新气象 然后有一个非常圆满开心的大年